爱的空间 作者 弗拉迪米尔·米格列 翻译 王上豪 第一章 另一个朝圣者 到了 眼前又是这条西伯利亚的大河 厄碧河 我终于抵达这个一般交通到不了的聚落 我站在厄碧河的岸边 如果要到可以步行的地方 穿越太加岭前往阿纳斯塔下的空地 还得雇一艘船或者动力艇 岸边有许多的船只 其中一艘岸上有三名男子在捕鱼 我和他们打了声招呼 表示愿意以高价请他们载我到指定的地方 那是伊格瑞奇负责的 他载一趟要五十万卢币 其中一名男子回答 顿时我吓傻了 这里居然有人专门将游客载到太加林里 前往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小村落 从那里到阿纳斯塔下的临间空地只要25公里 他们竟敢开出如此高价 这就表示一定有人接受 毕竟有需求才会有供应 不过在北方讨价还价似乎不太恰当 我还是问了他们 要去哪儿找这个伊格瑞奇呢 村里某个地方吧 最有可能在商店里 你看那艘洞里艇旁有几个小孩在玩 其中一个是伊格瑞奇的孙子瓦夏 他等等会回去 请他带你去找吧 机灵的瓦夏年约12岁 在我和他打招呼后 他立即以飞快的速度说 你要坐船 去阿纳斯塔下呢 等我一下 我马上去叫爷爷 瓦夏也不等我回答 就连跑带跳的回到村里 这下我明白了 他根本不需要我回答 显然瓦夏觉得 所有来到此地的外地人 都有相同目的 我待在岸边开始等待 因无事可做而望着河水沉思 从这里到对岸 大概一公里宽 在这片即使从飞机上 也看不到边界的太加林 河水贯穿其中 留了数个世纪之久 河水从过去 不着任何痕迹地带走了什么 厄比河水至今究竟又记得了什么 或许 他还记得人称西伯利亚征服者的 伊尔马克被敌人带到岸边 独自拿着剑要击退敌人 可是鲜血却不断从他致命的伤口流到河里 而河水带走了他贪软的身躯 到底伊尔马克征服了什么 他的行为是不是在和现在的匪徒没有什么两样 这大概只有河水能评断了 或许 河水更记得的是成吉思汗军队的劫略 他的汉国在古代堪称强大 现在新西伯利亚州有个区中心就叫做汉国镇 里面还有个成吉思村 或许 河水还记得满载战利品的成吉思汗部队是如何撤退 记得他们如何绑住一名年轻的西伯利亚女子 记得一位畏惧要职的大臣又是口若悬河 又是眼神充满爱意的向他请求 希望他心甘情愿的跟他走而不要抵抗 这名西伯利亚女子低下眼不发抑郁 大臣麾下的所有战士都已撤退 只剩他还留在这儿向女子示爱 最后 他将女子和装满黄金的军囊往马背上一丢 自己跳上了忠心耿耿的坐骑 全速甩开追兵 往厄比河岸前进 敌人渐渐追上了大臣 他开始往后丢至黄金 军囊空了之后 他撕下自己因征服多个领土而获赠的勋章 全往追兵脚边的草地上扔 但他始终没有松开那名西伯利亚女子 马儿汗流夹背地将他们带到 停靠许多小船的厄壁河岸 大臣小心地将紧紧捆绑的女子 从马背扛到船上 然后自己跳了进来 但就在他拿着奖将小船推离岸边时 紧追在后的敌人用箭射穿了他 河水带走了小船 遭见射穿的大臣躺在船尾 完全不知道有三艘敌人的船只越来越靠近 他以温柔的眼神看着静坐一旁的他 却因为没有力气而讲不出话 女子看看他 再瞧了追兵一眼 对他们勉强挤出微笑 又或许不是对他们笑 就把双手的绳子扯开丢进河里 接着 这名西伯利亚女子拿起奖开始滑 追兵就再也追不到 那艘载着他与受伤大臣的小船了 河水将他们带到了什么时空 而现在浑浊不清的河水 此时又会带走什么关于我们的记忆 或许 亲爱的河水 你觉得我们的大城才是重要 现在厄比河靠近源头的岸边 有一座巨大的城市 新西伯利亚 亲爱的河川 你感受到城市的规模和宏伟了吗 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像是城市排出大量的污染 害你曾经滋养万物的河水 无法再饮用 而我们又能怎么办 工厂的污染能往哪排呢 毕竟我们已经不再像前人那样 我们正在发展进步呀 我们现在有很多科学家 西伯利亚周围也设有多座满是学者的科学城 如果我们不把废弃物排给你 我们自己就不能生存了 到时城市会臭气冲天而难以呼吸 有些区域还会发臭却不知来源 就请你亲爱的河水体谅一下吧 你知道我们现在的科技有多发达吧 在你的河水里行进的已不再是安静的小船 而是各种柴油轮船 其中也包括我的 我很好奇 河水是否还记得我 记得我在轮船上航行 那可是商队中最大的一艘 那当然不是新船 所有柴油和螺旋桨 在全速前进时都会发出巨大声响 而听不清楚酒吧里的音乐 对河水而言 什么才是最有意义的 它又储存了什么样的记忆呢 过去我会站在高处的甲板上 站在船尾酒吧的窗后 一边看着两旁的河岸 一边听着马林宁抒情的歌声 我想要乘着白色骏马进城 旅店女主人对我微笑投诚 桥上的末房工人对我侧目 而我整晚都与女主人共度 那时岸上忙碌的人 在我的眼里似乎都显得无关紧要 而我现在也成了其中的一个 我同时在想要如何说服阿纳斯塔夏 希望她不要阻止我和儿子接触 事情变得还真是奇怪 我此生一直想要个儿子 想象在她还小的时候陪她玩 并将她抚养长大 儿子成年后会成为我的得力助手 我们一起为事业打拼 现在我有了儿子 就算他不在我身边 但一想到这世上存在着我期待已久的至亲骨肉 还是觉得很开心 出发前 我满心欢喜地为孩子买了各种儿童必需品 买是买了 但是否能真的给孩子还是个问题 要是孩子的妈妈是个普通的女人 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女人都好 一切就会简单明了许多 任何女人看到父亲关心孩子 尽可能让孩子吃饱穿暖 参与孩子的成长 都会非常开心 就算父亲不愿做这些 很多女人也会要赡养费 但阿纳斯塔夏是泰加林的隐士 她对生命有自己的看法 对价值观有自己的理解 她在生小儿子之前就告诉我 她不需要你们物质世界中的任何东西 她从一出生就会拥有一切 你想要给孩子没有意义的玩意 但她完全不需要 那玩意只是用来满足你自己 好让你可以说 我是个多么关心孩子的父亲啊 她为什么会说 她不需要你们物质世界中的任何东西 既然这样 父母究竟可以给新生儿神吗 特别是爸爸呀 对一个还在喝母乳的孩子 展现父爱似乎太早了 那我该怎么对孩子表现我的亲情 该怎么对孩子表达我的关心 母亲就很简单 可以为孩子母乳 这她也在做了 那父亲可以做什么呢 在文明的生活条件里 父亲可以帮忙家务事 修理家用品 让家人一时无缺 但这些阿纳斯塔夏通通不需要 她什么都没有 只有那一片太家林中的空地 她的众多家人会打理好自己 也会无微不至地照顾她 并在看到她的孩子之后 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她 我想知道 这样的家人要花多少钱才买得到 现在要买下或长期租赁五公顷的土地 已经不是难事 但要花多少钱才能买下母狼 母熊 昆虫和老鹰的关爱与忠诚 或许阿纳斯塔夏自己不需要我们文明世界的任何成就 但为什么孩子的承受母亲这样的世界观 连孩子的一般玩具都要剥夺 她都以自己的方式看待一切 孩子不需要没有意义的玩意 那对她没有好处 会让她看不见真理 她这么说 她的话大概有点过火 或纯粹就是一种迷信 人类不会无缘无故为孩子创造这么多种玩具 但为了不跟阿纳斯塔夏争吵 我打算不买姚玲 而是买了儿童积木玩具 包装盒上的标签写着 友谊孩童智能发展 我也买足了抛弃式尿布 这可是全世界都在用的 我还买了一堆婴儿食品 料理之方便着实令我赞叹 只要打开包装盒 剪开密封的防水铝箔包 将里头的粉状食品倒进温水 再搅一搅就完成了 粉状食品更是种类繁多 例如荞麦 米饭与各种古类 包装盒上还写富含多种维他命 我记得以前女儿玻璃娜还小的时候 每天得带去社区厨房吃饭 而现在买几个包就能轻松喂饱孩子 甚至连烧开水都不用 只要在水中溶解就可完成 我知道阿纳斯塔夏不会烧开水 所以在买一堆之前 我特地只买一包试试 我将包装里的粉状食品倒进常温水 融得进去 我试吃了一下 发现味道很正常 只是因为不含盐而没什么味道 不过给孩子吃的大概也不需加盐吧 我相信阿纳斯塔夏找不到理由 反对这种粉状食品 这么方便还拒绝 那就太奇怪了 他会对我们技术治理的世界开始有点尊敬 这个世界不是只会制造武器 还会为儿童着想 然而 他说过最让我感到困扰 也最没道理的话 反而是这句 如果我要和儿子接触 思想必须有一定的纯洁 要我净化内心 我真不明白 到底是要净化内心的什么 如果他要说刮胡子 戒烟 靠近孩子时要穿干净的衣服 这我还比较可以理解 但他总说意识与内心进化的这种话 哪里有卖可以清洁内心的刷子 况且我也不知道要清理哪个部分 我内心到底有什么是肮脏的 或许我没有比别人好 但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如果每个女人都对男人提出这种要求 就得给全人类建个大恋狱来洗澡了 这不合理呀 我还抄了一段民法要给阿纳斯塔下 父母一方若无正当理由 即使离婚后仍不得阻止另一方探视子女 当然 我们的法律对阿纳斯塔下而言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不过仍是个强而有力的论点 毕竟多数人都得遵守法律 我和阿纳斯塔下说话时 立场就会比较坚定 我们对孩子应该要有相同的权利 我之前也曾想过自己的立场要比他坚定 但现在我开始怀疑当初所做的决定 原因是这样的 我背包里除了一些东西之外 还装了读者写的信 我没有全部戴在身上 因为实在寄来太多信了 背包装不下全部 信里的读者都相当尊敬阿纳斯塔下 将他称为救世主 太家林的精灵 女神 也写诗作曲献给他 有些人更把他当作至亲一般谈话 这雪花般飞来的信 也让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言情 我坐在岸边等一个瑞奇的船约三小时了 接近傍晚时 终于看到两名男子向我走来 旁边还有一个瑞奇的孙子 走在前面比较老的那位看起来六十岁 他穿着帆布雨衣和橡胶靴 脸色泛红 样子明显喝醉了 因为走路有点摇摇晃晃的 后面的那位比较年轻 三十岁左右 体格壮硕 当他们走近时 我发现那位西伯利亚年轻人的 深褐色头发中有几撮灰发 比较年长的男子靠近我后立刻说 你好啊游客 要去阿纳斯塔夏呢 我们会载你过去 你得准备好五十万元和两瓶酒当小费 这下我明白了 我不是唯一想找阿纳斯塔夏的人 所以价格才会这么高 在他们眼里 我只不过是要去找阿纳斯塔夏的另一个朝圣者 但我还是问他 你们怎么确定我是要去找那位叫阿纳斯塔夏的人 而不是纯粹去一趟村庄 去村庄就去村庄 准备好五十万元就对了 如果没有 就休想要我们载你一程 一格瑞奇对我说话的语气不太友善 我心想 载一趟要这么一大笔钱 说话还如此不友善 到底怎么回事 可是我别无选择 只好答应他们 但一格瑞奇在拿到钱 叫年轻的搭档去买两瓶福特加后 并没有开心起来 反而是对我更加不友善 他坐在我旁边的石头上 嘟囔着说 去村庄 什么村庄 全村就六户奄奄一息的人家 这种村庄留着有什么用 您经常载外地人去找阿纳斯塔夏吗 载客生意很好赚吧 我问一格瑞奇 为的是要有个话题 缓和他对我的敌意 但一格瑞奇满是气愤地回答我 是谁叫他们来的 一窝蜂不请自来的蠢蛋 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们 他邀请过他们吗 有吗 根本没有 他只是和某个人谈了自己的生活 他之后就写了一本书 写书没关系 但为什么要透露这个地方 我们可是从来没对外讲过 可是他只是来见过一次 写了关于他生活的书 就把这里泄露出去了 一旦泄露就会永无安宁 这道理连老女人都懂 所以说你读过阿纳斯塔下的书了 我不读书的 是我的搭档亚历山大 他可是个书虫 话说回来 我们没办法直接到村庄 路程太远了 船上的马达不太堪用 我们会先到渔夫的小屋 在那边过夜 早上亚历山大再载你过去 我会留在那里捕鱼 就这样吧 我同意并心想 太好了 一个瑞奇不知道 我就是阿纳斯塔下那本书的作者 一个瑞奇的搭档亚历山大 带着福特加回来 接着他们将鱼具放在船上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瑞奇的孙子瓦夏 差点打断我们的行程 他开始向一个瑞奇要钱 说要买一个新的无线电接收器 我把杆子拖到天线下面了 而且想好要怎么装上去 瓦夏说 也准备好天线的接线了 现在只要将天线接上接收器 就能收到很多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